我們今天2點的時候 中央跟我們公佈有一個 事實上是有2個 因為這是半年 所以還有一個是沒有列案號的 我們的核酸篩檢的檢測人數是32萬6304 居家抗原快篩人數也有3萬7400人 居家隔離人數目前是281人 累計居家隔離人數有4185人 這個部分就是我們說的 昨天他這個我們被採檢出來 這個人是很愛打高爾夫球的一個球友 你看他從4月1號開始 因為他應該退休了 所以比較有空 可以做很多事情 這個連續打高爾夫球好幾天 他採檢出來是在4月10號喉嚨痛 4月11號篩檢出來 原則上第一層他的家屬這個部分 都已經確定都是陰性 那目前有一個是他們家的居服員 目前我們還在等採檢的結果 所以在這個部分 那接觸到的我們疫調的都有做出來 等一下會跟大家報告他的足跡 這個是他在打高爾夫球的一個地方 所以呢這個還是要拜託大家 來第二個第二個這個就是在外面 阿紀宜蘭阿紀新北市 那因為他是在昨天晚上發現的 所以我們疫調都還在緊急的做疫調中 那他是一個在台中職場上班的一個這個人 那原則上家裡面比較單純 我們也都已經先做採檢起來了 那至於他的疫調目前都正在做 如果等一下有確定的這個疫調 待會會再公布給大家 那也請大家再注意一下我們的FB上面 好來跟大家報告我們的這個足跡 4月6號早上11點到17點到下午5點 在大衛營高爾夫球練習場 就是在我們的保新鄉 有車穿二豹路三段42號 這個高爾夫球練習場 4月7號12點到5點一樣 也是在這個高爾夫練習場 那4月9號在阿波2點半到4點 在我們的園林的藤山步道 在我們的園林藤山步道 4月10號的10點半到10點50 他在我們白鳥早餐的圓農店 他是外帶的 那這地點是在圓水路兩段342號 同樣喔 這幾個地方你也感覺到它足跡有重疊 請你要注意自己的上呼吸道 有沒有發燒腹瀉 味覺有異常等等 如果有不舒適的地方 請你快點戴口罩來就醫 也主動告訴我們醫生你的接觸時 再來你如果接到衛生所或衛生局 通知你是居隔對象 請這樣做 因為有人常常認為我們是詐騙 縣集團還問說縣長叫什麼名字這樣 好來接到電話 通知就產生效力了 你不要說均生笑 自己通知後又失誤 亂走 這樣是違法的喔 好你要佩戴意用的口罩 立即返家隔離 來自行開車騎車或步行 那你不可以搭大眾交通運輸工具 如果你沒有辦法自己回家的話 你要撥打1922協助安排 那留在家中或規定的隔離地點 你不可以外出 不可以出境 不可以出國 不可以偷走 這抓到都要大發的 那如果說你擔心他是不是這個有問題 你就打7531999 7531999 再次確認就可以喔 現在這疫情是在往上的趨勢的機會是很高 那各縣市都在燒的時候 沒有一個縣市可以例外 包括我們彰化 所以我們過去這幾天都是這個 居家隔離的個案來發生才發病 所以那個都在居家隔離當中就 匡列柱就不會有傳染的危險 那我們來看一下 今天是有兩個新增加的案例 那有一位是在昨天午夜的時候通報 所以中央還沒有列案號 那你可以看到說我們的PCR32萬 那你也注意到居家抗原快篩的人數 已經來到3萬7了 各位如果還記得我們在去年 Alpha那一波疫情之後 就開始推這個居家抗原快篩的一個 衛教諮詢站跟它的使用 所以現在也是在這個架構下 然後就增加了更多的診所來參與 這等一下會跟各位來做說明 那居家隔離人數也是一樣 現在14人 因為現在是沒有三級警戒 所以很多都是這種聚餐 餐序的這種拿下口罩 尤其是同桌吃飯的 那一部分很容易就被匡列成居家隔離 那只要你沒有把口罩拿下來 那你又有打三劑疫苗 其實大部分它的風險都比較可以管控 所以就可以用自主健康管理來做處理 我們看下一張 這一波上來了 全國已經有 現在每天大概就是從300 400 500 看起來是兩天就跳100 所以這個疫情往上升的趨勢 是我們要特別注意 請看下一張 核酸檢測也是一樣 幾乎在最近這一兩週 持續的這個PCR的檢測的這個量能 都開得非常的大 都是到一千到兩千當中 請看下一張 那這個每一家醫院的量能也都是維持 我們有不同大醫院跟小醫院 也很吸引很多地區醫院 來參與這個PCR的檢測 讓我們需要的時候可以就近 得到最快速的CPR的檢驗的結果 請看下一張 你可以注意到我們抗原快篩 在最近這段時間 因為匡列的個案 自主健康管理個案裡面 很多都是用快篩試劑 來做追蹤跟檢測 所以它量也變大了 請看下一張 今天新增加兩個個案 其中一個個案我們來看一下 它是在昨天晚上 自己先做快篩 然後再到快篩陽性之後 再到醫院去採檢 那它是在4月10號有喉嚨痛 4月11號快篩陽 然後到醫院去採檢是24.86 那這個PCR24.86 到底是早發病還是晚發病 實際上我們之前跟各位提到 Omicron它CT值的變化會比較大 所以要住院之後通常我們會再採一次 看它趨勢是往上還是往下 如果趨勢往下 就是CT值變得更低了 那這個是很早期的個案 如果CT值是變高了 病毒量變少了 那它這個是比較 症狀發病之後才開始出現的個案 我們會用這個來研判它整個傳染的過程 那它的家戶接觸者其實蠻單純的 就跟爸爸媽媽還有小孩子住在一起 那我們這個也都採檢了 目前都知道是陰性 包括他爸爸的有個照服員照顧他 已經在今天安排採檢 而且是我們是照服員全家都採檢 你可以看到這照服員我們都有打3劑的疫苗 所以在這部分 長照機構為了能夠保障 他們服務的對象的安全 還有機構的一個感控的一個要求 其實都有將近9成多 都打3劑疫苗以上 那你可以看他家裡面大部分都打2劑而已 所以我們第三劑疫苗的確 65歲以下接種率 還拜託大家一起來提升 那它是從哪邊來的 因為依照目前國內的疫情 它大概是從目前外縣市的某些熱區來 這個可能性最高 因為現在我們本縣的個案數 相對於外縣市來講 還是在一個比較低檔可以控制的範圍 但是同島一命 就一定會有個案會再進來 我們自己也會再產生個案 那個就要靠好的監測 去把個案早一點發出來 早一點找出來 然後早一點來做匡列 這個就要大家配合 像這個民眾就很好 4月10號喉嚨痛自己去做快篩 陽性之後PCR確診 大家都這樣做的時候 我們個案就可以早一點發現 那我們追溯它的一個 過去這幾天的一個活動史 就發現它是彰化跟南投兩邊跑 那它在南投那邊也有自己的一個房子 在4月初的時候也都住那邊 那它主要活動實際上是喜歡去打高爾夫球 所以彰化的練習場 還有在南投的一些高爾夫球場 它常常去 那它也有一個球友圈 就好像我們有些從事某些秀行活動 會有一個人帶頭 帶有一個群組 那什麼時候要打球 通知一下大家都過去 所以它有一個球友圈 那這部分球友圈的這個 常常在邀請大家的一個 一個這個球友圈的球友 我們已經聯絡到了 現在西方的球友圈都去做採檢 所以我們推估起來 它在4月11號快篩陽性 那個PCR陽性之後 大概就是在前面這一個禮拜的時間 有這些高爾夫球練習場跟球友圈的接觸 可能感染就從這邊來的 那為什麼說感染這邊來 我們看下一張 這高爾夫球的練習場 那高爾夫球練習場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不同的位置之間 其實雖然是戶外空間 可是不同位置之間的距離 並沒有想像中那麼大 那後面有時候會有休息區或是有椅子 不同的球場不一樣 這個是個示意圖 不是我們現在講的那一間 這是我們找的示意圖 那你可以看到 我們看下一張 打球的時候 它因為重要有規定 運動的時候是可以拿下口罩的 所以當你這個不同的 打球的位置的距離 如果沒有很遠 那你看朋友一起打的時候 如果沒拿下口罩 有時候一起打一起交流就會聊天 這時候就會有一些傳染的風險 如果你的休息區 你到休息區的時候 口罩沒有拿下來 那這休息區的互動跟交談裡面 也是會造成一些感染的風險 那這個練習場跟高爾夫球場不一樣 高爾夫球場很多都是有會員制的 比較能夠知道是誰去進去 那這練習場通常是你想去就可以去打了 所以這部分 我們也是跟這個練習場這邊 在做相關的匡列 那也公佈它的足跡 就是因為有一些它並沒有登記在這個名字裡面 所以請大家注意 接到這個訊息或是看到的足跡 有症狀的時候趕快去做採檢 或是聯絡我們衛生局來替你安排 請看下一張 那昨天半夜也通報一個個案 這個個案實際上 在彰化的足跡跟生活很單純 它在台中上班 每天上班下班上班下班 那是在昨天晚上的時候 4月10號有喉嚨痛 然後去看台中地區的一個診所 醫生跟他說可能要去做個快篩 那他就回到彰化的時候 在昨天 昨天幾乎是半夜的時候去做PCR 那我們很謝謝我們醫院的醫生 這急診室很有警覺心 就連女朋友一起去的都一起採檢了 我們謝謝我們這急診室的醫師 都很有這種Sense 知道說這個密切接觸者 你看到可疑的時候是要一起採 那昨天半夜確診 他的CT值是18 所以這傳染性也是很強 那我們全家現在今天早上 都已經全部做採檢了 那昨天晚上的女朋友是陰性 那你也會問說 這傳染是從哪邊來 那也是一樣 比較可能機會是從一些熱區 我們現在知道說 他在4月初的時候 有北部的旅遊室 4月6號7號的時候 到宜蘭去做了兩天的旅遊 4月10號又一天去新北旅遊 那我們也知道說這些區域有一些旅遊 是不是有去到北部熱區的傳染鏈 這部分我們還在做疫調 看是不是跟某一些他們公布的足跡有重疊 那也會請當地的衛生局來做協助 所以這個個案 實際上彰化的足跡比較單純 那現在是看是不是有相關性的傳染鏈 如果知道 而且可能會造成群聚的話 我們也會跟其他縣市 來做一個合作 做一些管控 這個是第二個個案 這個個案沒有被列案號 所以大概明天才會中央把它列案號 剛才好像在網路上有人在提說 有關南章化某個醫療院所 好像是不是有發生什麼問題 那對這個部分 縣市府是不是有掌握呢 這個我們業局長 他第一時間完全掌握 而且也都在指揮在這個過程中 那我們目前是採用全面清銷 他的門診的部分全面清銷 那至於他的員工 醫護 住院人員 我們都用全面採檢的方式 那現在他的住院的部分跟護理之家 指出不盡 那另外他的洗腎跟急診的部分 我們每天都採檢 那每天來做清銷 維持他服務的一個量能 那採檢呢 那我們也為了加速 所以也請我們的這個 地區的那個資源醫院 我們彰化醫院 也派車來加速採檢 希望把今天全部的這個個案 都能夠採檢完畢 這邊先簡單說明一下 那個像剛才縣長所講的 我們是在早上的時候 就有接獲 有一家醫院 有這個出現 醫護人員確診的一個情形 那當然這個是有 等於是有院內的一個 這些感染的個案出現的時候 我們必須做一個全面的處理 所以剛才縣長也有提的 我們是第一個 他的門診部分會先暫停 那住院跟他的一個部門 會指出不進 那另外就是全部的員工 我們會依照風險的分層 早上已經先採一批了 風險最高的最先採 結果也都出來了 那會今天 會把所有的醫護同仁 包括他的一些其他的 非醫護的人員 清潔工或其他的一個行政 全部都會做採檢 這樣對這個整個感染情況 有一個全部的掌握 之後也會做門診部門的 全部的清銷 那剛才縣長也會特別提到 因為這個急診跟洗腎的空間 是比較特別 為了維持民眾接受這些服務的完整性 我們採檢之後 也會定期的每天做清銷做採檢 確保這兩個區域是乾淨的區域 用這個方式來做一個管控 那應該是整個今天的疫調跟處理 到個段落之後 有完整的結果 我會再跟各位來做說明 好久不見